我之前有參加過二游在香港的微二游 例如在北部那邊收到米 平邪沒有火龍 另外也有參加過國際工作營 例如去到愛沙尼亞 去到墨西哥 尼泊爾和澳洲 我之前有參加過二游特異公民的計劃 在這個計劃中,我們都會和一些不認識的參加者組成一個群組 有機會走入社區了解我們身邊發生甚麼事 之前我參加了一個區區有利二游活動 比我來說是一個有意思又好玩的活動 可以在官僑區走來走去 體驗不同的官僑生活和文化 我當時覺得好像挺有趣 都是一個新嘗試 不知道,這樣可以試試 然後我發現其實都挺有趣 是和一些不同年紀背景的人 一起在香港做一些平時在都市生活未必會做的事 然後我覺得這個機構 其實都可以嘗試和他們一起去其他國家 去體驗一下做一些平時自己不會做的事 自己都本身是喜歡去旅行和喜歡認識不同的朋友 很喜歡說話 所以就卡在IG上看 就發現到二游會舉辦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工作影 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機構很青春、很活潑的感覺 那種感覺很新穎 即是去旅行又將異工活動帶進去 這個感覺給我就是一個很現代的感覺 或者是一個很年輕的感覺 所謂去到其實都好像一個團隊一樣 你要大家互相支持 例如煮食 大家一起工作上面 怎樣安排人手 或者閒閒時間大家聊天 其實都挺容易認識到朋友 參加北韓的工作影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忘的體驗 可以認識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都是喜歡旅遊 喜歡去試一些新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在參加二游的活動裡面 最開心最開心是認識到一班朋友 《區區遊樂》的活動 它不單是一個認識觀塘區的活動 反而它是將觀塘的一些準備消失 或者是一些很少人會留意到的人情味 帶給我們參加者 有些東西我們遺失了 有些東西我們遺忘了 都會覺得我們都是時候要做一些 去保育 那一刻的反思是挺大、挺深刻的 當我們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 在做一些很不同的事情 他們的生活模式也都可以很不同 他們重視的東西也都可以很不同 回來香港我又可不可以有什麼不同的改變 我在二游遇到的朋友 他們都會很喜歡探索一些新的事物 去了解一些自己未知的事情 去一些自己未知的國度 很喜歡去試新的東西 我覺得除了工作之外 應該都是空閒的時間 他們會在社會上做一些事情 但二游所專注的廣闊面會再大一點 可以在二游裏面不同的活動 體驗到更多一些 可能真是社區實實在在 面對的一些限制或者一些困難 我會說其實參加完工作 仍不是一個完結 其實比較多是 好像你種了粒種子 在自己的心裏面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以令到不同層的人之間有交流 可能是年紀 可能工作背景 可能可以激發到一些新的火花 新的想法 而他們可以帶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影響回到自己的生命 以及其他人的生命 這是一個持續的發展 會覺得這個機構 都會很花心思在本地去做一些貢獻 即是可以去改變這個社會 如果是有這麼有意義的話 其實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二游的活動 我們去外國去宣揚香港的文化 與此同時將外國的文化 可能引入香港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之外 就多一些的受眾 可以受到一些義工上的幫助 多一些機會去接觸義工 這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還有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二游裏面 繼續幫忙將二游的概念 就可以發光發亮 對於這次的一游裏面 說明天的一游裏面 是有意義的工作 在二游裏面 是有意義的工作 也有意義的工作 也有意義的工作